哈喽大家好 有朋友反映说 新版的PR里边的这个字幕呢 不会制作 我们今天呢 就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首先 我们看到新版的PR呢 它是把我们的旧版标题 给完全去掉了 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 它的位置是在我们工具栏的最下方 然后 在这里大家点击这个小三角 就看到有一个横排 文字和竖版文字 也就是垂直文字和平行文字 然后呢 我们点击第一个之后 直接就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监视器窗口的 直接点击它 其实相比之前来说 还是更直观更明显 在这里的点击之后 我们会看到在时间线上 就多了这么一个图层 我们可以把它拖拽 拖拽跟我们当前视频一样长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框里面可以输入我们想要的一个文字 比如说我们直接输入文字测试 然后我们再次来到我们左边的效果空间里面这个地方 大家会看到在我们矢量运动的下方 就会多一个文字制作的这么一个文本图层 然后我们点开它的下拉小三角 这里边就是我们当前整个文本图层的所有的参数条件都在这个地方 非常方便 比如说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字体 字体选择 我们在这里边直接选上 比如说我们选择自己喜欢的 这里边有一个前提 就是大家必须把它选中 不然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比如说我们选择这样的 立马就会变的 可以在这里进行调节 以及我们的字间距 行间距变化 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颜色 当前的这个填充的就是我们字体的颜色 比如说在我们是白色的 那我们想让它变成红色的 OK 这样就是红色的 非常非常简单 那底下的这个描边呢 大家会看到 你要直接点击的话 它是点击不了的 因为我们当前是没被选中的状态 我们只需要点击前面的框 勾选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默认已经描成白边 大会看到我们白边了 如果看的不清楚的话 我们更改它的参数呢 就可以了 然后底下背景和阴影这些呢 都是根据我们背景的一个具体的形状 如果说我们加这个说话的这种旁白字幕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的阴影加上 以凸显我们的字幕 比如说在这里 我们一般的这个阴影呢 我们都是黑色的话 我们再调整其他的一些参数 这里边就不多说了 下面的这些东西呢 比如说像我们整个位置啊 整个的一个缩放动画 我们都可以在这里来进行制作 包括它的旋转谋点啊 以及闪烁 以及我们不透明度 属性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在这里制作 我们这个标题的操作呢 是一样的 非常非常简单 这次的教程 就是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我们整个新版PR里面的文字的图层的一个制作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我是老李 我们下次见 给大家切诲ck 的